大体基本上这边有个说明 他说要制作给学生参考的资料简报 然后云端运算 我刚刚强调 下学期我们有个课程 就是跟云端有点关 就是讲云端方面的应用 然后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资料全部都放云端 比如说像现在口罩3.0 口罩4.0 其实为什么这些资料很快可以结合 就是因为都放云端上面 像现在很多疫情资料也是放云端上面 那很多各单位整合的话 其实也可以透过云端可以整合资料 像现在健保系统 所有资料也都上云端 所以你可想而知未来 所有举凡你生活的一切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会放在云端上面 OK 所以当然如果你可以了解云端的话 对于未来就业上面一定会有这个帮助 那里面提到说这个是什么 古典大学 然后教授希望同学在毕业前能够认识云端 OK 然后有一些 所以要做一些简报 那大家底下有一些说明 那怎么说明呢 大概前面这个都一样 主要第一题的话呢 就编辑投影片四 所以关键点来了 投影片的第四个 这三张图片 所以你要找到 Floppy 这应该就会比较少见了 这什么 磁片 现在一定找不到 CD 现在很多电脑上面也没有CD了 USB 现在可能有 不过未来也许慢慢会改变 也会变什么 也许就无线的吧 不过现在可能大部分还USB 不过现在USB 改成那个Type-C 没有方向性的 现在USB还有方向性 现在以后Type-C就没有方向性 然后它要做什么 靠上对齐 关键对齐 然后呢 追捷顺序 USB CD跟USB要颠倒 但不能更改别的物件 所以这部分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这个跟各位说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 其实刚好想到这个云端 这个云端其实 除了我们现在用Google 我现在不是把资料放Google上面 其实Google也是云端 不过Google是一个公用云 当然目前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所谓的用私有云 私有云就是你自己可以架 你自己的云端 不过那个架自己云端的话 恐怕你要自己再买一个装置 那装置的keyword 关键字也许叫NAS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这个NAS 目前最红的应该就像那个什么 这个群晖科技这家公司 他的NAS其实做得非常的棒 好像我家里就两家里就放两台这种东西 他可以做什么 基本上就是可以自己放Google里面的东西 那些功能也可以全部透过他 但是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是符合你自己用 而不是说大家一起用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 不妨可以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部分的要求 第一个的话 他说要把这个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切到哪里 打开这个208体 接下来的话呢 切到图影片的第四个 那你可以看到磁接片 跟CD还有USB 那这三张图能够对齐呢 点一下 你会发现他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按Ctrl键 把这三张一起圈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要对齐 向上要怎么对齐 你可以找一下 应该我记得理论上 在上方这些都图嘛 格式 格式里面呢 找找看有没有一个功能叫对齐 有吗 OK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这有对 那因为我要 这个什么呢 要靠上对齐 它对齐方式有很多种 上面有图跟你讲 有靠左 水平等等 然后它要靠上 也就是说 它要对齐哪一条线呢 对齐这一条线 其实靠上应该是对齐这一条线 那你可以什么 靠上对齐按一下就可以 所以对齐这地方呢 把它顶一下 这样子有没有 就刚好对齐这一条线 OK 就大功告成了 那第二个是说呢 它的顺序 那什么顺序呢 就是说 这个我不确定说 到底谁在上面 谁在下 因为其实这个简报 上面的物件呢 都有一个顺序 也就是由上而下 有点像是你们如果做那个 以前那个剪贴的时候 劳作有那个服贴的贴 那有前有后 只是说这个这个关系 以前是你用剪贴的话 当然贴上去就固定了 但是这边是可以调整 怎么调整呢 特别注意 还是一样要透过一个功能 一个功能叫什么 常用里面的叫什么 选取 选取窗格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不会选取窗格的话 你基本上这个 这个题目这一题 你就没办法做到 然后选取窗格里面 我们找一下 有没有叫USB 有 有没有叫CD 有 所以基本上 目前它的顺序呢 USB在CD的上面 它意思说 把这两个颠倒 那不影响其他物件的顺序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CD往上拉 或USB往下拉都可以 把它移到USB CD移到USB的上面 放开 这样就OK了 不过基本上你可能看不到有什么改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没有叠在一起 其实我做一次 如果你把它叠在一起 大家知道 假设我现在把这个叠过 移过了 现在是 有没有 CD 会把USB遮住 为什么 因为它CD在USB上面 可是如果说我现在把USB 拉到它的上面 会怎么样 变成USB 把CD遮住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简报里面所有物件 它的上下之间的关系的话 特别注意 目前看起来只能够用 所谓的 这个叫做选举窗格 在哪里呢 在选举里面 特别叫选举里面 有一个叫选举窗格 OK 因为如果你不会选举窗格 所以这效果你是做不出来的 OK 然后先把它关掉 把它恢复 我把它恢复一下 我看一下 应该它刚刚讲的 就是 反正就是一个在它的上面 应该是CD在USB上面 那这样就OK了 只是做个示范 好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对其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它的版面配置 特别是头影片是一样 里面的话 它要找到一个什么 内容 头影片是内容版面配置 它说 把内容版面配置下方的高度 让它贴起下边缘 特别是 版面配置区 什么叫版面配置区 其实也是一样 又要靠选举窗格 版面配置区 各位有没有 内容版面配置区 这里面要做一个 就是这个 内容版面配置区 这个时候你点了它 它就出现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用 这个什么 所有选举窗格 我跟各位讲 这一题你就做不出来的 它的意思是什么 把这个框框拉大 到底下这一条线 所以你就什么 点了它之后 这个中间的这个空点往下拉 拉到哪里 拉到底下这条线为止放开 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OK 特别注意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选取 第二个的话 它做什么 把它的填满改成白色背景衣 然后遮盖底色 让整张头预线更干净 避免左边的什么 凸写焦点被转移 所以也是顺序的部分 怎么让填满部分变更 先解一下 格式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填满部分 各位有没有看到 格式填满在哪里呢 有没有 这边有个填满 它要什么 白色所以你知道白色 白色在这里 它有个背景衣 其实讲的是这个 OK 把它点下去 再来的话 它要再做什么 它说把它填满之后 遮盖底色 让整张头预线更干净 OK 避免左边的凸解焦点转移 我看到有没有遮住到别的 左边的凸解 这什么意思 你看看 是不是本来就没有遮到任何东西了 如果本来没有遮到任何东西的话 那基本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请各位试一下 这题目的话是在208题的1跟2 待会的话如果做完也可以继续往下看 第3 第4 第5 所以这一题 后面还蛮多的 方便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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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